欢迎收看侦探的白夜极光平民低配攻略 我们的攻略不强调轴,只强调思路 让大家尽可能简单轻松的通过每一关高难 今天我们来打水溪金塔的第80层 这一关的难点在于 BOSS的防御力是非常高的 而且开局所有格子全是碎的 就连走格子都很困难 别提打链锁技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这期视频侦探来教大家 如何在没有拉法的情况下通关第80层 首先来看阵容 我之前看到一些不需要拉法的打法 都是用上了满破巴顿 满级克洛伊 还有满破卡莲的 其实这些打法都很不错 毕竟这一关真的是非常难 而我的打法是贴脸硬钢瘤 利用四星光灵米杰尼来代替拉法起地板 注意菲利斯和巴顿至少需要一破 这样打起来会更稳一些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菲利斯顺移到这个位置 然后开沙利耶技能 米杰尼技能 把罪格子进行重置 然后围着boss打一套 到脚边停下就可以了 这个boss的防御在一开始非常高的 但是我们的界围座天生高面板 高倍率 所以可以强行破防 第二回合走火格子 打贴脸普攻 削减boss的防御 毕竟这个boss的防御 是可以通过我们普攻来降低的 所以第三回合 我们走水格子 继续贴脸攻击 因为我没有菲利斯 所以不用躲他的任何技能 第四回合 我们走火格子 等技能CD 第五回合 先开菲利斯技能 位移到boss斜角 然后开启巴顿技能 再开沙利耶技能 开一到两次机会做技能 最后开米杰尼技能收尾 因为每次当你释放技能的时候 boss都会制造碎格子 所以一定要把关键的 洗地板技能留在最后一手 这里我们打出一个激光时刻 在这一局能出手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能打激光就打激光 至于走格子的顺序 大家没有必要去照搬我的 只需要当成一个思路的参考就好 这里激光时刻我们走火格子 继续拖脸 不放过每一次普攻的机会 第六回合 这里我选择了走森格子去拖CD 但实际上这手走光格子好像也行 第七回合 走水格子贴脸 同时继续拖CD 只需要按这个思路 循环输出就可以 第七回合 我们走森格子拖脸 同时继续拖巴顿的CD 第九回合 走光格子接近boss 伤害基本是够的 第十回合 跟之前一样 菲利斯顺一道斜角 然后使用巴顿 沙利叶 借位座 米杰尼 依次开技能 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打法 菲利斯基本是不可替的 他的意义并不只在于调位 帮助团队回血 才是最重要的一环 可以大幅度提高打法的容错率 如果换成水刀 杜或者卡莲 就要让每回合的落点 精确避开boss的攻击范围 这样会很麻烦 所以在第十回合 激光时刻 我们走火格子继续拖脸 菲利斯就是我们的底气 第十一回合 我们走森格子继续拖脸 伤害似乎是不高 但是能打就打 第十二回合 我们走场上的水格子 继续拖脸加肉圈来打boss 第十三回合 走火格子继续拖脸 因为我们走碎格子 是让他们刷新的 所以一定要多走格子 第十四回合 我们走光格子继续拖脸 这时boss的防御 已经减得差不多了 一切只为最后一回合的爆发 第十五回合 还是老样子 先传送菲利斯到斜角 然后按照顺序 依次释放技能 记得一定要把戒卫座的所有威能消耗完 一次开足所有爆发 你会好奇了 为什么你的戒卫座威能这么多呢 很简单 因为是boss打的 刚才我们一直有意凸脸 让boss攻击我们 因为损失血量 可以让戒卫座 每回合获得更多的威能 然后这里我们就尽量绕圈 打出极光时刻 可以看到开满增幅的戒卫座 伤害是非常爆炸的 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下了战斗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攻略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侦探 白夜极光资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